屏東警方配合警政署 執行全國掃黑 半個多月下來 突其幫派經營的維視場所 逮捕治平首腦 破獲了暴力恐嚇集團 收網 共逮捕了七十八個人 還並起出這個長短槍 棍棒跟毒品 再把所有的嫌犯移送罰辦之後 也會向上來追查槍械的來源 包廂走道 兩派人馬先是互相叫囂 緊接著追打鬥毆 互不相讓 屏東警方配合警政署執行 全國同步掃黑專案 半個月下來 突其幫派經營的維視場所 切斷了經脈 逮捕了治平對象 和暴力集團 共七十八人 給一舉查獲了長短槍和毒品 警方指出十五天破獲了十七件的刑案 也抓到了治平對象的首腦 涉嫌暴力恐嚇 手法是經營網購 但貨到不付款 或收錢不出貨 被害人要是出面協商 就以暴力毆打 而除了起出槍械和毒品 還有作案用的七七車和棍棒 把所有嫌犯依涉嫌 殺人未遂 傷害防害自由 槍炮彈藥刀械管理條例 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依送法班 警方強調這一次掃蕩黑幫運用了 林檢勤務 結合縣府機關 行政裁罰的手段 斷絕幫派的晶圓 而把嫌犯送辦以後 也會向上追查槍械的來源 有信心提升社會治安 記者林安平 屏 屏都冒大喔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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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